我最亲爱的儿子 我一路流泪 一路失念 一路坎坷 终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 来到了你追求知识的最高学府 妈妈生平第一次出国 不是去旅游观光 不是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更不是参加你的婚礼庆典 而是参加你的葬礼 多么传统的人间悲剧 我们强烈谴责暴徒的凶残行径 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外使领馆 一直高度重视广大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安全 我们敦促美方采取切实措施 彻查案件 伸张正义 告慰逝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